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那.... 這段片就預估一下 那.... 我接下來呢 就會吹一個叫 就是南港線通車影片系列 影片裡面 就是 鎖線 第一條 當然是這段 這段簡介 第二條 就是 DC留了 給我的開放日紀念卡套 留了開放日紀念卡套 第三條 就是 車站指南 連續五張介紹 一段片過 我想都是 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 大概 十分鐘 一段兩分鐘 加上片頭 十五秒 應該十分鐘可以完成 兩分 三 十分半 我預計大概 而第四條 就是 就是 這個 看一看每站 新設施 也是一段片過 我懶得分開幾段片 然後 我最多在剪片的時候 連續它們 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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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試用每站 新設施 我 試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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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可以半島方向 那時候 應該每個站都下 應該 應該 那 那 第五段 還有一段 就應該行車片段 沒有行車片段 就不是鐵路迷 一通車 那 就是 應該就是 可以半島 至金鐘 對 那 等一下 有個問題 我可以半島至金鐘 我就拍不到 下一站可以半島 還有可以半島 這個是南港線終點站 那些東西 那當然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政策 神早想好 就是 我可以半島那裏錄定 跟著 給你們錄音 跟著 再 拍到金鐘 那裏 對 因為好像金鐘的人錄 對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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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很適 應該 行車變量 就詳細說一下 先 那 如果從 可以半島 至 利東那段 我就應該會 在列車周圍看 了解一下 跟著 出了去高架橋 才拍前面 跟著 到金鐘隧道 段 金鐘隧道 段 我想應該 都是 一直拍攝螢幕 或者 試拍攝 伸手 不是那個 吊環 對 再不是就 拍攝閃燈路線 或者電視 再不是就 看看車門 你 總之不知道 不知道 我當時是怎麼想 不知道 我當時是怎麼想 那 那 那 這段 預告簡介 就 嘩 不快衝遠 一分鐘才進去 不快衝遠 我說我媽媽 對 她現在在洗澡 一分鐘才進去 我記得我拍到兩分多的時候 都兩分鐘 但好像是2分5 56秒 都差不多3分鐘的時候 每一分半都洗完 神經病 good 那 這段 預告簡介 就到此為止 唉 對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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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應該會 在 總之 2016年 年 內 最終日 上傳 應該 這段影片 真正 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